哈喽同学们大家好吗 上个视频呢我们已经复习了关于食物消化的及这个营养的分类 那么接着这个视频我们将会着重于重点复习关于吸收 计算食物能量及这个设计这个食物标签 预备好你的纸和笔 我们一起复习一起加油 开始 好同学们上个视频我们已经清楚了解这个消化系统的过程 然后在不同器官有的那个化学作用对吧 每一个酵素它产生化学作用 如果你还没有掌握好 你要去看回那个视频才过来这一个咯 那这一刻呢是教你这个吸收的部分嘛 那还没有进入吸收部分的时候我先问你 哈秀阿贤本成的安巴基卡保海软 Protein的勒玛是什么 啊这个是上个视频的总结咯 OK 就是说我们吃了饭啊鱼啊跟巧克力 请问它最小的分子是什么 我们先看饭的好吗 Carboidrat 最小分子是什么 OK 也就是说它的消化过程完成过后 在最下面啊 准备被吸收的最小分子是什么 老师那天叫你被GGF GGF就是什么 啊对了就是 Glucoza Galactosa Fructosa 嗯 这三个是啊就是Carboidrat最小的分子 预备被吸收的 OK那么鱼呢 Protein呢 我用鱼来做代表啦 是代表这个蛋白质 鱼的最小分子是什么 也就是说巴底UK过后 在UK啊 它被酵素分解过后 它的最小单位是什么 对就是这个AASC amino AASC amino 记起来 OK那么如果是脂肪呢 上个视频我们说的是 巧克力 啊 脂肪最容易被的 就是它的 它的Dindabalus 一个罢了吗 就是Lemar Bedindabalus 是真的很搭配的 OK 你就这样子来想啦 总之Carboidrat跟Protein 它们最小单位 预备被吸收的啊 它们是好朋友 它们会走同一条路被吸收 而且呢 它会搭配这个Vitamin Larudana I 就是溶解于水的 这个Vitamin 就是Vitamin B和C 还记得上个视频 我们说B有六种吗 没关系 这里你只要写B和C 就可以了 OK 所以Carboidrat的最小大分子 Crucosa Galactosa Protosa 和蛋白质最小分子 SC amino 会搭配这个Vitamin Larudana I B和C 走同一条路被吸收 至于这个Lemar 它自己独立 它不是跟它们在一起 它会走另外一条路被吸收 OK 我把它拟人化啦 可以让你清楚明白 So Acid Lamar 和Crucarol 它会搭配这个Vitamin Larudana I 也就是ADEK OK 上个视频我们已经说了 溶解于水的 跟溶解于这个脂肪的是 不同的Vitamin 对吧 所以ADEK 它是溶解于脂肪的 它就选择跟这个 脂肪的最小单位 一起 然后走一条路被吸收 预备好了吗 明白清楚它的原理了吗 OK 我们开始看 在吸收的过程中 OK 是产生于 是发生于这个我们人类的小肠 其实小肠 上个视频已经告诉你 在小肠有需要说 它会分解嘛 对吧 分解成最小单位 然后它就会在那一边 直接通过这个东西 看 这个小肠其实是布满的 这个好像小小的胃毛 这样子 如果在你脱开人的肠 你看它是 好像小小的这样子的 毛茸茸的东西 其实它是Velus 它的名字叫Velus OK 所以你可以想 成千上万的Velus 在你的小肠的那个边 它是负责吸收的 就是说 它是酵素分解了 它就吸收 所以你要知道 它的这个外观 OK Velus 然后在Velus里面呢 它有不同的路 让这些 营养素被吸收 So 我先告诉你 Cucosa Galatoxafutosa Xeamino 还有Vitamin Larit Ri 它们的 步骤 就是被吸收的步骤 首先注意 这蓝蓝色最外层 就是Velus的最外层 我们称它为 Cell Epithelium 所以当这个 它们被分解过后 它们预备被吸收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 第一道关卡 就是Cell Epithelium 记得 最外层的 Velus最外层的 Cell Epithelium 营养一定要穿过 这里被吸收 So 它一定要经过 这个Cell Epithelium 然后呢 记得 碳属化物和 蛋白质的最小分子 它会先去到 这里的血管 我们称它为 Altery 这个大血管 叫Altery OK 可是那个 最小分子 会穿进 Altery 的这个 吸血管 我们称它为 Cabularidara OK 我再重复 那个大血管 我们叫Altery 它是送血过去的 可是那个 Nutrient 就是最小分子 它会冲去 Cabularidara 就是吸血管 那边 OK So 你的那些 Cucosa Putosa Galatosa 它会去到 Cabularidara 当然是通过 蓝色那个 然后才进到 Cabularidara 可以吗 去到那边过后 那个血管的血 再加上营养 就会这样子 变成紫色 这样 营养 营养的血 对吗 因为血是负责来 帮它排过去的 传送过去的 So 老师故意用紫色来画 让你明白 它已经摻到了 那个Nutrient 然后它会通过 这个大血管 这个大血管 紫色的大血管 我们称它为 Vena Bottle 记得起来吗 进血 进血的叫 Alteri 初血的叫 Vena Bottle 所以它就会通过 这个Vena Bottle 送去 这个 Hati 肝脏 OK 再从肝脏那边 去指挥 去到 它要的地方 OK So 就是这样短的一个 步骤 就是完全被吸收 然后预备 送过去 Hati那边 肝脏那边 储存 还有就是去 输送 清楚吗 So 你只要到这边 可以背起来 考试的时候呢 就写这样子的步骤 可是呢 现代的SPM 它不接受你 写这个Chata Ale 就是这个 箭头法 不可以 它要你写成文字 如果要你写成文字 很简单 你同样原理 比如说 它今天问你 请问吃了一个鱼 然后那个营养 怎样被吸收 你就要写这个过程 过后 你写在旁边先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窜起来 OK 我们先重复先 OK 如果吃了鱼跟饭 是怎样被吸收 OK 先进Cell Epithelium 蓝色的 然后去到这个Capillary Dara 然后通过Venna Bottle 送去给Hati 看到吗 啊 就是这样的步骤 就是这样的步骤 来串成文字过后 我们就是这样 OK Gucosa Galactosa Fructosa Acid Amino Vitamin Rate I 然后这样子串 Desrupt muscle Desrupt就是被吸收 吸收进去哪里 Cell Epithelium OK 就写那五个关键的最小分子 然后写Desrupt muscle 跟Cell Epithelium 写完过后 我们就写Dihantar 跟Capillary Dara Lalu跟Venna Bottle Dan akhirnya跟Hati 就可以了 啊 会吗 就是他被吸进去蓝色部分 再送去Capillary Dara 接着去Venna Bottle 最后去Hati 就这样子把它串起来 就是一句 Hurayan Process Penya Rapan OK 就是这么简单 考试的时候叫你写 Hurayan Process Penya Rapan Sertla Makan Nasit 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有些时候他是出薯片 薯片你也是可以这样子写了 因为薯片是有Carbohydrate的 OK 或者是他说的是 这个鸡蛋 也是可以写这个过程 OK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 如果是脂肪的呢 脂肪它走另外一条路 但是同样原理 一定要经过第一个关卡 Velus的第一个关卡是什么 对 也就是蓝蓝色这个 Cell epithelium啦 对呀 他要被吸收 一定要经过Velus的第一个关卡 就是Cell epithelium 然后呢 他不跟刚才他们走的同一条路 他没有去Cappellarida 他直直冲过去中间的 叫Lactyl的东西 OK Lactyl的一个部分 来 老师画给你看 啊 在中间这里 记得这个中间长长的啊 他是专门吸收这个Lamark的 AcidLamark 然后Crycerol 还有Vitamin Lamark 然后Lamark的 OK 可以吗 记得起来吗 第一个关卡是 Due Sal epithelium 然后接着去Lactyl 来背三次 Lact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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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写吗 考试的时候会写 才可以得分的 OK 去到中间那个部分过后 来发生什么事 注意这个字 Dicepati Mengiadi Lamark 就是完全融合成脂肪 融合 Cepati就是非常 就是融洽了 就是没有维他命了 就是维他命已经融进去了 Lamark了 OK 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是 分开的吗 AcidLamark Crycerol 还有Vitamin Lactyl Lamark 对吗 他来到了 第二 他会完全融合先 所以老师用这个 加的这个符号 让你知道 刚才蓝蓝色 第一个关卡 然后到直直的 第二 接着你就要画这个 加的符号 来代表融合 Dicepati Mengiadi Lamark OK吗 Dicepati Mengiadi Lamark 就是完全融合了 那个维他命 完全融合去脂肪了 然后才会进入 下一个关卡 就是直直下面那条 叫System Lymph 就是淋巴 进入淋巴系统 就是那个 Lactyl的最下面那边 是System Lymph 所以我用一个L 好吗 来代表 就是Sepati 过后就要去 System Lymph 所以你写一个L 你就记得 是进入System Lymph 可以吗 好 然后接着的步骤是 Lamark Den Lymph 也就是说 当他一进入 这个System Lymph 脂肪的液体 跟这个 淋巴的液体 就会 在这个系统这边 所以我用这个符号 L加L 就是在这个 淋巴系统 有Lamark 跟Lymph 的这个液体 而且他们是 混浊的液体 叫Sechai Kero 可以吗 你就写Lamark 如果真的你写不到 OK 等下我再教你 怎么样串起来 所以到这边 你可以吗 我们重复 蓝蓝色的 Sel Epithelium 去到Lactyl 然后一个加 就是代表 Sepati 液体会把他 一起推过去 跟脂肪 推过去 去到你的 Selerandara 所以脂肪 其实它是 直接进入 Selerandara 血管的 如果谁是 一直吃很多 不饱和 饱和脂肪 它会凝固 就结块 变成它会 Sumbat 就是说 阻塞你的血管 就可能可以 心脏病 还是中风 这样的病 所以我们 不要拿太多 Lamark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你清楚 这个图案 过后 其实你就可以 想回它的步骤 想回步骤 我们就可以去 把它做 打成功了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考试出这样子 看起来 好像很难 对吗 可是你仔细 看多一下 其实你认识它的 OK 你再看一下 这个图案 虽然是立体 这样子 你就看 外面那层 是Abitelium 然后你看 那种胃血管 就是Capillary Dara 对吗 不管它是 红色部分 紫色部分 就是微微细细的 就是Capillary Dara 所以这个步骤 是属于 这个 碳水化合物 Protein蛋白质 跟这个 维他命 Larid NLAI 的地方 对吗 然后它就会通过 去Venor Potos 去Hattie 那个是 他们的地方 如果是 这个Lamark 就是直冲 Capillary Dara 吸收过后 就直冲去Latio 你只会看 这个图案 你就看到 子子的部分 就会直接写一个 加 你就要告诉自己 加的就是 Dissabati 什么了 然后再自己 写一个L 敢敢在你的考卷 纸上面这样子写 然后提醒自己 你每写一个符号 代表一句话 L代表 System Linfa 然后L加L 就是Lamark 然后就 Tohal Vitamin Larid NLAI 跨后写ADK 然后你就写 Dissab masuk ke Syl Epiletalium 一样 被吸收进去 第一层 然后你就写 Dihantaka Latio 然后 Dissabati menjadiLatio 罗纪思考 对吗 它被吸收 进第一层 然后被送去 直直的 那个地方 叫Latio 过后 被溶解于 完全溶解于 就是维他命 完全溶解于脂肪 OK 然后这样穿 Dihantaka System Linfa 这样子就穿起来了 然后你看老师 在这个System Linfa 后面点一点句号 因为这个句子 很长了嘛 你这样子穿起来 变成一个句子 过后 然后你再接 Seterusnya Cecchiae Lamak Dan Linfa Dihantaka Salerindara 句号 完了咯 你这样子穿起来 写出来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 完整的Hurayan Proses Panirapan Pagi Lemma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 吃了一块巧克力 就是这样子的过程 被吸收 OK 祝福你考试的时候成功 OK 好 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大题目 来 计算食物能量 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可能将来有一天 你成为营养师呢 你可以帮人家计算食物能量 那么 食物能量 叫Nilai Tenaga 也就是 Quantity Tenaga yang terdapat dalam makanan 温度 Malaku 跟Activity 吃食物 它产生热量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计算那个能量 OK 如果你吸收了这么多能量 没有用掉 你就会囤积成脂肪 造成肥胖咯 So 你要记得的是 在计算食物能量 一定要知道EP EP是EDIBLE POTION OK EDIBLE POTION 就是可以放进嘴巴 可以吃进肚子 OK 的这个 部分 也就是它的 多少克啦 或者是多少分量 是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因为 唯有进入肚子的 才可以转化成能量 所以你必须要 就是要先算EP 算准确了过后 才可以放进我们的方程式 来计算食物能量 So EP 记得就是EDIBLE POTION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总数 可以吃的 部分 OK So 考试的时候 常常EP是给你 BIRATUS 就是巴仙 OK 然后你要算出它的 克的过后 就是重量过后 才放进你的方程式 另外你也要知道 这个法大 就是 呃 法大叫华语叫什么啦 啊 食事 sorry 食事 你要知道这个食事 这个食事呢 就是一克的 碳食耗物 SATUGRAM CARBORHYDRAT 一克的碳水化合物 可以转化成 食器的能量 KJ这里啊 K小写 J大写是 KJ的意思 是能量的计算单位 如果我们高度 计算单位是Cm 对吗 如果我们体重 就是KG 对吗 那么能量的计算单位 是KJ K小写 J大写 不要写错了 OK 然后一克的 碳水化合物 换食器的能量 一克的蛋白质 SATUGRAM PROTEIN 17KJ 也是一样 食器的能量 但是一克的 LMA脂肪 可以转化成 38KJ的能量 可以看到吗 它的分别 所以这个的时候 在计算 食物能量的时候 这个三个法大 你要自己写出来 考试不会告诉你的 你要自己 从头脑写出来 OK 手机的 17 17 38 好 接着呢 老师这里给你食物 计算食物能量的方程式 就是EP 刚才我说了EP就是 放进嘴巴 OK 的重量 一定要除100 因为题目常常会告诉你 100克里面含有多少克的碳水耗物 多少克的蛋白质 多少克的脂肪 所以一定要除100 这个100是固定的 OK 然后乘 Berat Neutrient OK 你就要乘100克里面含有多少克的Neutrient 多少克的那个营养 OK OK 接着就再乘以一克可以转化成多少能量 你来等一个Bagicytogram Neutrient Disciple OK 这个Neutrient营养就是取决于你要计算的是碳水耗物所带来的营养 OK 还是蛋白质还是脂肪的 来我们看例子 也就是说阿曼晚餐吃的东西 这个表格看 他吃什么 他吃米粉冬药 他叫你算出 他叫你算出 他所吃的米粉冬药所带来的食物能量 不要怕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呢 如果考试出可能吃可能阿曼现在很好咧他只吃一样 如果要吃两三样的话你就要计算两三样的食物带来的能量咯 不要紧不要怕他每一关我们可以过的 就是这样先看清楚他吃什么 他吃的是米粉冬药而且一道菜而已 然后就看米粉冬药多少的重量咯 这碗米粉冬药就是冬药米粉 他吃的是563克 OK563克 然后呢可以放进嘴巴的就是一辟的巴仙只有95% 100%是563克 只有95%可以放进嘴巴可以转化成能量 因为米粉冬药米粉冬药里面咯可能有香毛啊 可能有那个骨头啊 OK那些就要去掉他的重量咯 OK可能563克里面 OK那些扣掉了骨头啊 扣掉了那个香毛啊 其他不能吃的 OK你就要计算出来95%的总重量 OK然后那个总重量才来算食物能量咯 然后这个加段咯这个表格也会告诉你每100克看到吗 每100克的米粉冬药 拥有7.5克的蛋白 碳水化物7.5克 而且他拥有3.5克的protein蛋白质 3.6克的蛋白质 他拥有2.6克的脂肪 OK所以米粉冬药肯定是米粉咯 那个米粉有带来的碳水化物是7.5咯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海鲜啊 OK比如说sotone啊 这样就带来了3.6克的蛋白质咯 然后他里面有用油去弄嘛 所以就有脂肪2.6克咯 OK就是这样子 你看清楚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答 考试呢如果是多过一样啊 多过一样食物 你就要在旁边加多一个 就是重操了过后 在你最右手边加一个zoomla的rongan 可是这里因为只有一个一道菜哦 就是他吃一样食物而已 就不用咯 就不用在最右边的时候加zoomla 你直接画这个表格 然后你像老师这样 OK每100克含有多少克的碳水化物 你写小小跨糊在上面 OK OK蛋白质也是跨糊在上面 写小一点啊 然后他的格子呢你放大一点 因为我们要写方程式在那里嘛 OK 所以总之你要回答的时候 你重操一遍先 OK就把食物 米粉同样 Posy就是总重量啊 是563克咯 OK 然后你操完了过后 你就可以开始写95% OK 化成分 Pachahan啊 就是这个分母跟分子的那些 95%就是95%100咯 看到吗 95%就是95%100 你再乘一个563 啊 就可以拿到总重量咯 就是扣掉骨头啊 扣掉相貌 它的重量是多少 你算出来 你按一下计算机 跟老师一样吗 OK 你可以暂停视频按了 你才看咯 OK 对吗 啊 答案是534.85 你算到这个 EP的gram了过后 就是可以放进嘴巴的重量过后 你把534.85写进去咯 啊 写进carbohydrate的格子 写进protein的格子 写进lermark的格子 OK 因为只有这个可以放进嘴巴的重量 才可以转化成能量 所以这个534.85就直接 OK 写进三个格子 假设是100%EP啊 也就是说它可以吃到晚 比如说吃burger 通常是100%吃到晚的嘛 所以如果那个burger是563 然后100%吃到晚 那么你这个EP 不用再去算了咯 就直接拿563写进去 三个格子咯 因为可以吃到晚吗 吃到100% OK 明白哈 希望你明白这个原理 OK 所以这个米分 当然只有95% 你就要算出来 是534.85进入你的嘴巴 OK 好 接着你就去写除 OK 除100 每一个都除100 因为格子告诉你 每100克含有的含量 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除100 来我们先看carbohydrate 534.85进入嘴巴 一定要除100 然后乘语 来乘语 每100克含有多少的carbohydrate 你就从格子看哦 多少 对 你就把上面的7.5写上去 明白吗 好 我们过去看protein的 OK protein的534.85同样除 对 除100 然后乘多少 啊 除100是因为每100克 乘多少来 乘每100克含有多少的protein 对 就从表格那边看啊 多少 对36 3.6g 就是这样而已 来了吗 一样534.85放进嘴巴 除100克 OK 因为每100克含有多少 有多少的lermat呢 来你乘 对乘2.6 就是这样而已 嗯嗯 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咯 OK 它的方程式 然后不要忘记 OK 你要转化成能量 你一定要在你的方程式 加多一个 我们去回那个carbohydrate来 534.85除100乘7.5 来 乘多一个 17kj kj 当你乘17kj过后啊 就是说你可以算出它的总能量咯 carbohydrate带来的总能量咯 同样原理protein也是一样 来 1克的protein可以换成多少能量 对了 17kj 就是这样子写 来 1克的脂肪可以换多少能量 对 就乘一个38 so 534.85除100乘2.6 再乘一个38kj 就是它的方程式了 计算那个脂肪所带来的能量 当你写完所有的方程式formular过后 你才写等于咯 一次过写三个等于 才一次过去按计算机 方程式如果对 按计算机的时候要小心 按对肯定就对了 按错 sorry啦 OK 方程式对的话 有一分啦 可是按错就很可惜了 你都写对了 如果按错的话 就是初心了 so请你暂停视频去按一下 然后揭晓答案 好我们看 carbohydrate呢 你会按到的计算机答案是 681.93kj 写到完 那个kj的小雪 J大写 OK 可是如果你计算 这个protein的时候 你按计算机 你会发现 它会有小数点 这么长哦 那么老师建议你拿两 两个 detect bohydrate 两个tmpad bohydrate 两个小数位就好了 so如果你要从四个小数位 换成两个的话 你就要看第三个小数位 OK 你看第三个号码 小数点过后 第三个号码 8 多过5的话 前面就加1 少过5的话 前面就保留 so 8已经多过5了 所以你的答案要写 327.33kj 可以吗 如果第三个号码是 比如说2 OK 你就前面保留 答案就写 327.32就可以了 这个原理 数学原理 你应该很清楚的 OK 好 接着我们再看 Learnmark的话 也是去按计算机 你得到的答案是 528.43kj OK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你就可以计算 OK 迷魂等药里面的碳水耗物 蛋白质和脂肪 各自带来的食物能量 那么现在 你就要这样子写了 怎么让你来的 那个Bagimagana 来总重量 总食物能量 sorry 就是681.93 加327.33 加528.43 OK 然后你就加起来 答案是1537.69 记得写kiloj 就是完成单了 看到吗 如果考试的时候 如果他有两三道菜 你就在这个格子 右手边加Zoomla 然后你就直接加了 Domihun Tomyam的 总重量 再加Muffin 如果他吃一个Cupcake 你就加了过后 你再做一个总数 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 这个你可以看老师 上一个视频之前的 OK 题目是 你来等哪个 那边有更仔细 更多的例子 你可以去看 那不过我觉得到这边 你应该明白了 就可以了 如果你复习成功的话 你明白原理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子做的 好 我们接着下去看 OK 考试也可以 这一刻呢 也着重 教你 Index 就是Body 就是Body Mass 符合 符合你的身高 所以他的那个计算 方法就是你先写BMI 等于体重Brad 记得Brad 记得Brad要在KG的这个单位 然后除以你的身高 乘身高 而这个身高的计算单位 一定是要meter的 OK 身高乘身高 meter的 所以老师举例给你 如果你的体重是66kg 你的高度 170cm OK 首先你就要把170 变成meter先 OK cm变成meter 很简单 你就在170后面 加一个小数点 OK 因为1m等于100cm 你就直接小数点过后 往前移两个位 OK 170后面加一点 往前移两个位 OK 就已经转化成meter了 往前移两个位 过后点一点 so170往前移两个位 OK 就变成1.7 so1.7m so你要写的就是 BMI等于66kg 因为题目告诉你66 你就除1.7 乘1.7m 会吗 然后计算的时候呢 你66先保留 你去按计算机 1.7乘1.7多少 写下答案先 然后再进一步 按计算机得到的 最后答案就是BMI OK 所以这里的是 22.84 66kg 170的身高 拿出来的BMI 体重指数是22.84 so我们就要看 这个Bernunjo BMI了 Bernunjo就是指标 OK so它的指标是 如果你得出的答案呢 少过18.5 就是underweight 就是过轻了 so你就必须要 吃多一点 营养的 然后你增加你的体重 OK 那么如果你计算出来 是18.5到24.9 就是normal 正常体重指标 标准了 OK so它就说 Shabbas 就是非常棒 请你 继续你这样子的 饮食习惯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体重 符合你的身高 好 接着如果是你计算出来 已经25到29.9的话 就是有点超标了 OK 就是 pericycle tingi 已经可能会到过度肥胖的 那个大号 所以我请你要 amagand diet simbong dans 就是要均衡饮食 跟一些运动 可以吗 好 接着如果是超过30 就已经是obes了 obes就是obesity 就是过胖 过胖症 是一种病来的 OK so必须要 均衡饮食 甚至要是 使用这个 看医生 使用一些药物减重 或者是通过 senaman OK 就是运动 把它的重量消掉 清楚吗 so这个BMI 不只用在考试 也用在你的生活上 考试如果知道 叫你提议 就是如果真的体重过多了 请问有什么 对他的建议吗 来 你可以写 建议他 就是吃早餐 要有吃早餐的习惯 以免我们过度饥饿 到时吃午餐的时候 你就会直接吃得过多了 OK 还有就是 Makan Makan Scherit 就是要确保是定时吃 OK 而不是饿了才吃 这样你会吃得过多 OK 还有就是 Amakansanaman 就是要有一些运动 OK 就可以让你的体重 减少了 还有就是 Mino A Scherit 喝水真的很重要 帮助你排泄 清楚吗 所以这个如果考试出的话 希望你可以过关 也可以用在生活上 好 同学们 你还有力气吗 我们接着来看 Label Makanan Label Makanan 食物标签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情书 我说情书是因为 它好像是一个厂商 对消费者 可以传达的情书 因为食物标签呢 Mambri Maklumat Benteng Terhadap Makanan Yang Terapati Pasaran 它提供了 关于这个食物食品 OK 里面的重要资讯 So Label Makanan呢 其实是必须的 因为KKM telah menguatkuasakan Undang-Undang Label Makanan iaitu Peraturan Peraturan Makanan Tahun 1985 Label Makanan Dan Akta Makanan Label Makanan Label Makanan Label Makanan 原来有关当局呢 已经限定了这个法律 假设那个厂商没有食物标签 可以旧卖它的食品 其实可以在这个条例下 可以被指控 可以被罚款的 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标签 我们不能够肯定 这个食物是安全食用吗 然后它的材料是什么 我们根本不懂 对吧 So 记得Kepentangan Label Makanan OK 老师要你记得三个 其实有大概六个 可是我们这里拿重点就好 如果考试问你 请问食物标签的重要性是什么 你就写了 Mem pandu bengu na 帮助消费者 Mem buat pilihan yang lebe bijang 做聪明的选择 Third hand up product Product是产品 OK 对产品做出正确聪明的选择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对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标签来比 比较不同的货品 OK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砂丁罐头啊 那你就去看A牌子跟B牌子 通过它的食物标签做比较咯 So 你比较过后 你就可以做出聪明的选择 再来第二个重点是 Memuda kan pehapbegwasa Mem buat pahman dawan dan tindakkan terhadap product Pahapbegwasa是有有关当局 Pahman dawan就是去检查咯 Tindakkan是采取行动 So 有了食物标签 它的重要性是帮助有关当局 去做出调查及采取行动 OK 就是说当他想要去化验一些食品的时候 他就可以让这个食物标签成为它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食物标签写500克 然后他去称的时候只有300克 那么他就可以以这样子的法律 然后以这个label成为它的证据 去控告这个厂商了 清楚吗 还有就是他可以 Memasti kan pehngelua dan pehngilang ma kanan Mem utama kan kanongan zat product 他可以确保呢 这个厂商呢注重营养 为什么 因为label是必须要做的嘛 标签是必须要做的 然后他要跟别个竞争对手比较的时候啊 他一定会注重自己的这个食物品质有营养 然后他写在标签 才可以有能力去跟别个公司 别个牌子来比较 OK 所以他有带来这样的重要性 就是确保这个厂商有品质 保护这个营养 就是让这个产品呢 是含有营养了 因为需要写在标签上 收这三个重要性请你记起来 好接着我们再看 OK 那个Praturan 1985呢 他也限定了所有食物标签呢 都必须含有的这些资讯 第一个呢 就是Nama Product 就是品牌 OK 还有就是产品的名称 第二就是要有图片 OK OK 而且这个图片是要Raman Utama的 比如说你的是果汁 橙汁 就要有橙的图片 不可以放苹果图片 So一定要Raman Utama 就是重要的那一个材料的图片 接着要有Brat Berse 就是它的净重 就是减了罐子过后的重量 可以固体 我们就用KG或者Gram 如果是液体就ML或Liter 清楚吗 第四一定要在Labor 食物标签含有Tare Lupin 就是过期日期了 几号之前食用是安全的 那个一定要有 So如果叫你设计的话 你可以写Gunas Erbilum 或者Bike Erbilum 好吗 然后呢 一定要有这个Logo Hala Yangsa OK 也就是说 如果是你要推出食物的食品的话 你要去申请 OK 叫他检查你的食物 含有猪肉吗 如果没有猪肉的话 就是有这个Logo Hala OK 所以我们如果在设计的话 也需要画出来 So第六也要有Sanare Ramon 就是材料名称 就到底这个食品用什么材料 制成的 然后材料呢 它必须的排列是 依照你的重量 比如说面包的话 肯定是面粉 OK 或者是这个麦粉 如果你是有麦的面包 那么就要写Tepong先 OK 然后接着才来 鸡蛋 OK 伊莎酵母 就写出来 还有第七 就一定要有 Jandua Compositive Makanan 就是刚才老师之前教你 Nilai Denaga的 那个Jandua 就是每100克 你吃了你这个食物 每100克 它带来多少克的 Carbohydrate Protein 跟Lama 那个是你一定要写在 你的设计的 画出来的 最少是这三个营养素 假设你的product 你的产品有 维他命 你也可以写出来 清楚吗 好 第八 一定要有厂商的名字 如果可以加上 Facebook电话 那种更好了 然后第九呢 就是这个 Codebar 就是英文 Barcode 就是那个 我们要scan的 我们要扫描的Barcode 这个Codebar 如果我们扫描 就可以知道价格 出产地 名称 这样 OK 待会老师教你怎样花 然后第十的话 一定要有Bahan Additive 如果你有添加物 你要写出来 所以通常是 Bewana 就是颜色 或者Berisa 就是味道 如果你有添加的话 你可以写在你的Ram 1那边 就是食物材料那边 在最后一栏写 含有这个食用色素 这样子 OK 然后第十个要拥有的 就是可以看得懂的语言 OK 通常如果要卖在 Malaysia的话 国语是重点 重要语言 加上英文 加上华语 所以如果你要设计的话 你可以设计有国语英文的 来应考就可以了 假设华语应该不用了 因为考官通常都是看国语 跟英文就OK了 如果你不要 你最少都是要有国语的 这个语言 清楚吗 好 接着是12的Info 就是附加资料 你的食物标签可以有附加资料 比如说 如何储存 如何烹饪 如何烹调 然后这个你的食物 如果是要加热的话 多少度啊 这样子写出来了 清楚吗 来我们看看题目 如果考试给你这样的题目说 Club SRT OK Mamasa 跟Product pastry 他想要去 就是放去市面上去卖 他的product pastry 酥皮的一个产品 OK 然后呢 他是卖在他的义卖会的 他要你 Lakar dan Label Label Makanan 他要你去画出来一个 设计出来一个 食物标签 是关于你要放在义卖会 卖的食物产品 那么首先你就要看pastry OK 我们Fontfire的时候 已经学了pastry OK 如果你是中师生 看这个video的话 pastry呢 记得是皮啦 用面粉呢 Mandega那种做出来的 他包括了pastry lapis 就是一层一层的酥皮 或者是pastry su 华语我不懂叫什么 华语 pastry su就是 那个饼皮的中间是有个洞的 OK 可以pipe我们的cream进去的 还有就是pastry 拉布 就是比较容易碎的 so 这边老师如果要做答 可能我选这个蛋塔 可是是知识蛋塔 cheese tart pastry lapel 来成为我的这个设计的主题 so 我就先设定 你要pastry什么 我就写cheese tart t nannas也可以啊 cari pop OK pastry lapis也可以啊 OK 你就自己先设定一个产品 因为题目没有设定给你 他只要pastry就可以了 so 你看一下老师的设计 OK 注意你在考试做答的时候 他有提供你格子 你必须要把你设计画在格子里面 格子外不能得分 而且因为格子外呢 他没有办法 扫描进你的答案 就是说spnp改的时候 其实是扫描的 扫描过后 那个考官才来改 如果你没有画在格子 可能扫描不到 那么就不能得分了 OK so 你看 如果他给你格子 你可以分成三半 三个部分或两个部分 然后把你的设计画进去 so 首先你先画你的normal product咯 就是你这个 tranial我写 alia chistat OK 给他一个产品名称 接着你去画 你的食物的图片咯 chistat就画chistat啦 如果currypump就画currypump咯 OK 画两三粒都OK 接着你一定要有净重 就是它的重量 不然不说 net weight OK 然后你大概估算一下咯 300克啊 500克都OK OK 逻辑的去写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写这个 direct looper 你可以写aspired debt OK 或者direct looper 或者写gurner sublum 也可以咯 OK 然后那个日期是要准确的 就是要有日期的 要有号码的 你不可以写xx 这样子不可以咯 清楚吗 然后接着你要写logo hotline 这个logo hotline呢 老师教你画 其实不难的 OK 它是一个 独立三交位 你这样子写 你看 从右边开始写了 弯上去 再弯下来 然后画一撇 OK 然后再去 给 画一点了 过后你再画一个 好像J这样的图案 然后你写haler上去了 然后画一个圆圈 就可以过关了 不难的 学起来 OK 这个haler得一分 好 接着你就写raman了 记得老师说 raman是材料 你必须从自己 agg OK 你的食物的是用什么材料来做 大概写三个以上就可以过关了 你肯定做cheese tart 有特邦嘛 OK 然后有gula halus 就是细砂糖 Mendika一些牛油 就这样子写咯 一定有cream cheese 就写出来 就可以过关了 OK 然后接着你要拿第七分 就是composite c 加多composite c 每100克吃了这个蛋挞 这个cheese tart 含有多少的能量 含有多少的carbohydrate 你就像老师这样 先写nutrient 然后写setia sarat 然后你就去写carbohydrate protein lemak OK 然后就大概 写一个号码进去 逻辑的去写出来 OK 吃了这个cheese tart 大概可以带出 48.2克的这个carbohydrate 3.9克的蛋白质 OK 你自己做一个逻辑的去估算 OK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维他命 你可以写2.3mg 因为它含有微量的这个维他命 这样子大概去估算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写zoomla的那个 你就大概写咯 吃完每100克的这个cheese tart 可以带来435的这个kilojor 这个也是大概估算的 OK 就可以了 你不要写xx在那边 没有分 你要写号码就可以得分了 好 接着你就要写第八的这个厂商名字 记得厂商名字给公司一个名字 所以这里我说aliyachistart 我就写aliyahenterprise OK 你也可以写beniagaanali 什么都可以了 然后地址呢 你必须要有门牌 路名 花园的名字 给你的postcode 跟你的这个地区 或者是州的名字 如果你不会 你就写家里的地址上去 千万不要写xx这样子 OK 一定要有一个假的地址上去 如果你可以加号码 电话号码 Facebook名称都可以被接收 那个是creativity的分 好吗 好 接着你就要写第九的这个barcode code bar 马来文 英文叫barcode 那么怎么样话老师教你 你先写一个九号 因为九号代表食物 OK 你写了九号 你空一点 你再写六个号码 随便写0033567 超过了吗 大概六个号码了 003567 然后过后再空一点 再写六个号码 311878 这样子 我再重复 一个号码 空一点 六个号码 空一点 六个号码 写完过后 你就照着这个号码 画直线下来 然后你在其中几条呢 去把它涂黑 加深它 就是一个漂亮的barcode了 OK 如果你将来真的有一天 你要去开店 要创业的话 你才去申请啦 OK 通常你申请过后 得到准证过后 他会给你barcode OK 可是现在是要设计嘛 就大概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成功过关了 而且画出漂亮的 OK barcode 好 第十 你就可以写在ram1 就是bahanadditive 就是附加的材料 so就是比如说 这里老师写 perwana kuning 记得加yantibana kuning 就是被允许的使用色素 黄色的 因为chistar嘛 加一点黄色 看起来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不要写色素 你就写 bahan ini tampo bengawit OK 就写在另外chistar的下面写 那个图片下面写 dampo bengawit 就是可以得分了 就是说没有 没有防腐剂 就可以了 OK 好 你要得这个语言的分 你就可以像老师这样在题目写 ram1配ingredients OK 然后nutrition information OK 然后你写how to prepare chartable indian 你看到老师的sample吗 你可以写双语啦 题目就好啦 当然如果考试你只写国语 应该也可以得分啦 OK 只是将来你如果开店的话 尽量尽可以三语啊 四语都OK 看你要在哪里出产你的 去贩卖你的食品咯 最重要是消费者看得懂语言 他可以买你的货 好 第十二的是附加资料 OK 所以老师还有位置我就写 chartable indian chistar咯 OK 我就写要十九 不顾要放进冰箱 如果不要吃 如果要吃的话 就需要去烤箱一百七十度 那种就是附加资料 你也可以像老师这样写 在那个图片下面写 pasti stop yamiyami 那种是你创意的分啦 清楚吗 所以将来有一天成为创意的 这个企业家 你可以设计自己的事物标签 考试的时候 大概这样做答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看 接着我们看这个 分线权的 不清楚 ok but manu 就是菜单 分线权 是计划 计划菜单 也是你在这一刻需要知道的 这个知识 ok menu什么意思 考试如果叫你写 menu的意思是 Sanarai makanan yang dihidangkan Untuk sesuatu sajian Sanarai是明 tan Makanan yang dihidangkan 就是要呈现的 要煮的食物 要煮的食物明 tan Ok, untuk satu sajian 是那一餐 Ok,所以你可以有早餐的菜单 午餐菜单,晚餐菜单 就是 menu sarapan, menu makan tengah hari, menu makan malam 看到吗? 所以如果我们去商店restaurant 你也是说有什么menu 有什么菜单 对吧 你就可以选了 可是如果我们在家里 再身为一个母亲的话 将来身为母亲或者父亲 你要计划菜单 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尤其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 家庭一定要计算计划菜单呢 它有什么目的呢 注意 它的目的是 考试如果问你读专 你用untok来开始 OK 然后你用动词开始 你就写menu 计划菜单可以帮助 节省时间跟力气 什么时间力气 买的力气 煮的力气 OK 还有招待的力气 为什么 因为你头脑直接有 你想要煮早餐 午餐晚餐是什么 你去到你的那个购物市场 你就直接可以大概买的东西 全部都可以买齐 不会像一些没有计划的 去到那边看到什么都买 OK 就浪费钱 浪费体力 浪费时间了 OK 第二个目的是 你会确保呢 你的这个 要煮的东西 不会超过你一个月的预算 OK 通常 我们在第二课已经学了 OK 中式的第二课 学了一个家庭要维系 其实我们需要做budget 才不会在月尾的时候 吃maggy面 或者是不够钱用 因为我们有估算食物的 这个一个月可以吃多少钱 所以如果你有计划菜单 其实你可以 大概预算一天的材料费 是20块来煮 OK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20块来煮三餐 或者是有些人可以到50块 60块都OK 看你自己的能力 家庭收入 OK 所以第二个目的计划菜单 是确保不会超过你的预算 还有第三个是 确保你所 你所预备的这个菜单 是10英镑的 OK 是平衡的 是均衡的 均衡 哪一方面的均衡 就是营养够均衡 所以你在计划的时候 比如说午餐你有鱼了 OK 你就要想要一个蔬菜 来得到营养 你就再计划一个菜单 是有菜的 再计划一下 可能要有一个碳水化合物的 OK 你就这样计划 晚餐的时候就不要重复 午餐吃了鱼 那晚餐我们吃鸡肉 这样子去 就可以发现材料也是很均衡 还有就是煮法也是均衡 已经有炸鸡了 就不要再吃煎炸的 可以来一个蒸的 OK 拿去蒸的 然后让那个肉质变texture 软的 有脆感的 有软的 OK 所以你可以在texture 也可以seimbang Gaida seimbang texture seimbang 味道 seimbang 就是有辣的 有甜的 这样子 颜色也可以seimbang 就是说有些是黑色 有些是白色 有些是青色 这样子来搭配 清楚吗 计划菜单 是应该学起来的 OK 其实它有五六个 计划菜单的目的 可是这里老师 直接要你背三个就好了 因为考试 如果你写得到三个 就非常棒了 好 接着考试也喜欢问你 到底我们在计划菜单 要考虑什么因素呢 OK 所以上个视频 有跟着老师学 Jom Hafer Factor的 九个大法都要容易的 记在头脑 老师之前设计了 一个图片 叫你通过 那个不同的角色 然后去记 对吧 所以Factor 本来强的 Mainu 是在谁的角色呢 爸爸呢 姐姐呢 弟弟还是妈妈 对了 在妈妈那边 然后口诀是什么 要如何准确的 背出六个Factor 在你计划菜单 需要考虑的六个因素呢 对了 就是这一个 来跟着老师读 记得起来吗 当你写好这 当你记得 这个口诀过后 你就写出 然后你去 把它加长它 我们在计划菜单 第一个考虑就是目的 确定你的计划菜单 要考虑是什么仪式 是家常便饭吗 还是今天有人生日 OK 第二个 Blood代表格本乱 就是需求 今天有没有人 特别的生理需求 比如说生病了 我们就煮粥啦 OK 或者是今天哥哥 从他的大学回来 那么我们要加多一点 carbohydrate的食物 OK 他吃的饭比较多 对吧 so 哥哥乱需求 第三个 是哥哥马然 OK 你在计划菜单时候 你会考虑 家庭成员所喜欢吃的食物 比如说 你想要煮蛋白质的食物 哦 爸爸不要吃 喜欢吃鱼 那我们煮一个鱼吧 然后弟弟喜欢吃什么菜 给羊角豆 我们煮羊角豆的 给他咯 因为菜有很多种嘛 然后蛋白质的食品 有很多种 你就会考虑 OK 家庭成员喜欢吃什么 OK so 第四个呢 就是Sumber OK 你在计划菜单 要考虑足够钱吗 OK 如果是生日会 你足够多少budget 你就用多少budget 来计划菜单 还有就是 包含材料 够吗 有没有这个菜 有这个菜才计划 比如说 有些榴莲季节 OK 有榴莲季节 你们才去 可能要煮一个榴莲 起司打 OK 你才去安排 然后你有没有这个技能 有没有这个时间 有没有这个材料 或者是 这个工具 你想要吃披萨 可是你家里没有烤箱 这样就不要了 外面订就好 OK 所以Sumber 是你要考虑的 计划菜单因素 再来就是 这个Sainbaum 刚才老师已经说了 平衡 so你在计划菜单 要确保颜色 味道 Texture 质感 就是 改一大步骤 煮法 还有就是材料 都要Sainbaum OK 平衡 再来就是 比浪安德达木 OK 你在计划菜单 你要确定 那个所煮出来的 够吃 足够 多少个人吃 OK 然后你的 阿拉 就是招待的 这个工具 也要足够 来我们看一下 SBM可能出的题目 OK 他可能说 Mona Mona 给浪安德达木 这个是 这个是 他所 你的菜单 来我们看一下 他你什么菜单 他你 Spaghetti Carbonara 就是那个白酱的 那个 意大利面 Ayam goreng 炸鸡 再来 Cat chocolate 巧克力蛋糕 再来 Juice orange OK 可能真正的 先称之 Wow 这是他计划的 菜单 So 考试叫你 请你解释 Mona 他考虑什么 因素 在他计划 这个菜单的时候 他考虑什么 因素 八分 So 你看到 关键字吗 德达干 是讲素 OK 如果是 就很简单了 你直接写 刚才那六个 就可以了 可是他要 德达干 他要你去解释 Mona用了 考虑什么 因素 OK 所以因素 是你的重点 然后是关于 这个主题 就是 计划菜单的主题 而且是配合 他的生日的 八分 记得 一个法多一分 一个解释一分 所以你这边 八分的话 要四个法多 四个解释 OK 也就是说 是对啦 OK 那个解释 要配合 你所写的法多 OK 没关系 我们先看 他的B的题目 他要你述说 其他的菜单 就是说 请你说出 另外两个 食物菜单 来适合 适合 这个 OK Mona的 生日 所吃的 也就是说 你建议啦 另外两个食物 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题目 总共十分 SPM 很容易 答得来 我们看 首先你已经知道 他的主题 他的关键字 过后 你看到 他要你写 你就直接先列出 这六个 你在你的题目 旁边先列出来 OK 然后你列出来 过后 你再来看 六个里面 你只需要写 四个的话 你会写哪一个呢 你就看那个题目 有没有给你一些暗示 OK 请问 Mona在计划 这个 Spaghetti Iron Gorin Catch Cocolate 你觉得 他有考虑 都转 Sajan吗 有 他考虑的是 他生日会 18岁的生日会 所以你在 都转 Sajan后面 直接写 他有考虑 考虑 他的这个 18岁的生日 仪式 所以都转 Sajan 是他有考虑的 就是 目的 那一餐吃的 目的 有被考虑到 所以你这样子写 接着你再看 有考虑需求吗 OK 这边我没有看到 有人生病 OK 不过这个 我暂时不要看先 可是我在餐单那边 我看到I am Gorin 跟Catch Chocolate OK 所以我在哥哥 Maran这边 就直接在他旁边写咯 而Mona在计划菜单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 蒸鱼 因为他知道 18岁青少年 不喜欢吃蒸鱼 OK 老人比较喜欢吃 所以他就放炸鸡 OK 而且他放巧克力蛋糕 不是水果蛋糕 看到吗 因为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蛋糕 所以他有考虑这个喜好 哥哥Maran 接着他有考虑这个颜色 味道 还有质感 你看到吗 颜色 Carbonara Spaghetti 意大利面 那是白色的 I am Gorin 金黄色 巧克力色 跟Origan色 各种颜色 味道有吗 有 Carbonara Dara的味道 跟这个Cat Chocolate 甜的 OK 跟这个炸鸡 可能配些 Sauce Chili 辣的 还有质感呢 炸鸡是脆的 OK Cat Chocolate 软的 所以有咯 他有考虑 OK 接着他有考虑 Bilangan de Tamu吗 一定有 因为他要请全班 所以他一定会确定 他的菜单 是够吃的 OK Manchu copy的 OK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写到这些 关键字来 然后从题目抓 OK 然后来解释 那个法度 就可以得分了 来看老师示范 怎么样写 OK 当然如果你想要写 Cabronara的话 你记得解释 如果你觉得 Mona有考虑 Cabronara这个需求 你就写解释 就是他有考虑 青少年呢 需要多一点 蛋白质 跟Carbonara 所以他有考虑 他的食物 是营养均衡的 OK 你看他也有 维他命 就是Origan 所以如果你要写个Bronara 也可以 OK 如果考试 你要写五个也可以 就是extra一个 OK 一个答案 但是你要记得 所有答案要写在Rung Rung加瓦班 如果超过了的话 最后一个就会被丢掉 OK 所以你把最不可能的 放在最下面 去写它 让你也有机会得分 好吗 好 所以老师示范 要怎么样作答 你从题目先拿出 要回答的那个句子 就是说 因为他叫你解释嘛 你就写 要什么 你就这样写 考试如果要做表格的话 你可以分成两边左右 然后题目写 法度跟Hurayan 或者本能让案 可是老师建议 你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OK 你已经说了 影响 Mona决定菜单的因素 是 然后就去解释 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用老师这个方法 先写主角 Mona 然后写主题 Moran Chang Me No Mona Moran Chang Me No 然后写那个红色的关键字 这个红色的关键字 要解释 Dujuan Sajjan OK 所以你看刚才老师的笔记 在Dujuan Sajjan后面 OK 在左手边 最下面 Dujuan Sajjan旁边 是Equimension list 对不对 你就这里写咯 Mona Moran Chang Me No Yang Si Suai Unto Majilis Rasmi OK 因为 这个生日 是正式的仪式 然后 Yaa 你就去解释 什么正式的仪式 你就写 Majilis Makamalam Sambana Hari Jadinya 就可以了 所以红色的是 关键字 我们称它为Hurayan 来Hurayan 那个Dujuan Sajjan 然后紫色的是例子 Chonto OK 而这个例子呢 是配合题目的 OK 如果题目是 婚宴啊 是结婚纪念啊 你就要写 Conto 那个 可是那个红红色的字 是可以照旧用的啦 清楚吗 OK 老师希望你会分别得分法 So Dujuan Sajjan Fato得一分 然后那个Mona 那个啊 整句解释啊 得一分 So 这样子就得两分了 清楚吗 我再重复 你的解释 就是必须要有 主角 然后要有Hurayan 就是红色关键字 然后再有 这个紫色的 这个Chonto 就可以得分了 好 再来 如果我们要解释 格格马然呢 你就写二号 格格马然 然后你照句子 同样原理 先写主角名字 OK 来 Mona Maranchan Menu Yang Di Suka I Olet Tamo T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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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a 他计划菜单的时候 他考虑 他所计划的菜单是 被嘉宾喜欢的 DiSukaI Oleto Tamu 看到吗 格马就要用配 这个DiSukaI 刚才Dujuan 一定要配Mazelis 所以Mazelis 是Dujuan的关键字 DiSukaI 是格格马然的关键字 看到吗 对的 就是这样子罢了 你写 Mona Maranchan Menu YangDiSukaI Oleto Tamu Tamu 然后再去用 然后再解释 他们喜欢什么 I am Goreng Danke Chocolate 就可以得分了 考试的时候 不要太压力 你在写句子的时候 只要逻辑的 OK 逻辑的去写出 Mona 有考虑喜好 这一点 然后你从句子中 抓出主角 跟他的例子 去解释这一个 他考虑的因素 OK 就可以得分了 我们看第三号 OK Gosin Mona 在计划菜单 有考虑这个平衡吗 均衡吗 有 来 他平衡什么呢 对 刚才老师说了 就是颜色跟这个 质感嘛 你就这样子照 Mona Maranchan Menu Yang Seimbang 均衡 什么呢 Dariz Sagi Warner Texture Racer OK 他在计划菜单 考虑这个颜色 质感跟味道 然后再解释 哪里 哪个例子 你觉得他有考虑 你就写了 Contohnya Spaghetti Carbonato Berwarner But Mana Gala Juice Tempikai Berwarner Merah 可是这里是 Juice Oran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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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 OK Berwarner Oran OK Sorry 老师 没有 Typing Error OK 你改一下 OK 然后Cac Cac Cac Chocolate Lemput 软的 它的质感软的 Ayam Goreng Garing 就是这样子 清楚吗 好 接着我们再看第四 Bilangan Tetamu Bilangan Tetamu 就是那一个 人数 请问 Mona 在计划菜单 有没有考虑 有 你就这样子写 Mona Moran Ciao Menu Yang Chu Kop Chu Kop 就是关键字 Dimakan Ole Para Tetamu OK 它在考虑 因素的时候 它会考虑 足够的 可以给嘉宾吃的食物 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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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再仔细看下 OK 考试的时候 记得Faktor 一分 解释一分 然后解释里面 包含了忽然 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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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考试真的做不到 你就agak 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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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 OK 建议其他的菜肴来在他的菜单里面 所以可能你可以Cat Chocolate 换成Cat Vanilla 因为青少年也喜欢吃Vanilla的Cat 还有就是Mee Goreng 或Nasi Goreng 来代替Spaghetti 就是这样子而已 清楚吗 好同学们 一口气 我们又复习了 完整了 所以第四课已经完全的被复习成功 你可以着重在复习其他的那个题目 老师没有办法做所有的这个复习的这个视频来帮助你 可是至少这两个关键的就是Bob3和Bob4 就是考试最重点的题目已经帮你复习成功 希望你可以掌握好 加油 努力 成功属于你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